养鸡的农夫 因为他吃过这个亏 所以呢他就认为 别人来跟他讲 都是嘴上仁义道德 这个心中呢 又是想的都是 这个十分的恶劣的事情 那么有一天 有一个信徒很有智慧 来劝他了 那么这个养鸡的老板呢 又跟他讲了这些话 啊你们不要跟我讲 啊你们都是 怎么怎么 这个 这个信徒非常有智慧 他就说 我买你一个鸡可以吗 这个农场主说 可以啊 他就挑啊挑啊 挑了一个快要死掉的温鸡啊 他说我要买这只 又脱毛 啊 又要病倒的鸡 农夫一脸困惑说 哎 我农场里边这么多鸡 各个熊啾啾气昂昂的 你一个都不要 为什么要挑这个快要死的脱毛的鸡 结果 结果这个 信徒就说 我要把你这只鸡养在我们家的门口 被路过所有的人说 我是从你这里买来的 这个农夫非常紧张的说 哎 我的哪一只鸡不好 你为什么要挑这只鸡 唯一的就是这只鸡例外啊 这个时候 你拿我这只鸡 他说你拿我这只鸡 能代表我所有养的鸡的质量吗 这个时候信徒就说了 你难道因为几个信徒的不良行为 否定了我们所有信宗教人的良心吗 学佛人要懂得不能以偏盖权 因为吃了一次亏 上了一次当 就怀疑所有天下的人都不是好人啊 因为一次失恋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异性都是骗子 所以每个人所做的是人生拼图的一小块啊 不能拿这个一小块拼图不好来否定全盘呢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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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